在大阵风原本达到每小时230公里的超级台风天吐 在14号下午1点半左右 从菲律宾旅宋岛北部的卡加盐省登陆时 风势雨是惊人 但随即威力稍稍减弱 襲擊菲律宾的颱風简直像在跑接力赛 迎信之後緊接著捷梗來襲 天吐尾隨報導 聯合國駐菲律宾人道援助單位表示 颱風是重疊的 地方村正還沒從上一道颱風中復原 另一場熱帶風暴就再次襲擊 卡加盐省疏散了至少2.4萬人 坏消息是下一道颱風萬宜 預期會在週六晚間到週一之間 夾帶四級颱風威力登陸履宋岛 氣象專家警告可能會帶來大範圍的洪水 土石流停電結構破壞和交通延誤 菲律賓平均每年受到二十道熱帶風暴襲擊 今年迄今飛國已遇上九場風暴 雖然西太平洋前三個颱風季 都低於正常水平 但今年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六場風暴 造成至少252億美元的損失 在地新聞綜合報導